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21回 四辆战车一下子发出了嗡鸣之声 然后往同一辆战车汇聚而去 结果光芒大放之下 一辆体积数倍以前的陌生的战车浮现而出 此车呢 足有十余丈长 呈菱形状 并且在战车前端呢 多出了一个四胶非胶四蟒非蟒的怪兽头颅出来 而巨型战车一出现的瞬间呢 四周采光一闪 浮现出了两对仿佛蜻蜓般的细长的意志 前方的女子和老者一见此景 均都漠然一惊 快走 老者倒还算心地不多 猛然呢 从后面的屈儿大声的提醒了一句 接着 顿光方向骤然一变 就和女子顿光合二为一的过坑而去了 顿速足足是以前的背许以上 而几乎同一时间呢 后面战车四肢一煽动之下 前端浮雕处的怪兽头颅就双目红光一闪 嗖的一声 一下子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屈儿经老者提醒啊 神识自然感应到了身后的一幕 他心中大惊之下 提表白光骤然闪动 也想不惜真元地施展一种秘术是加快了顿速 但是显然呢 此举已经有些迟了 上空处空间波动一起啊 一团模糊的清光一闪从虚空中激势而出 随之一声怪笑过后啊 竟然呢 从清光中飞出了一只树杖大的巨爪啊 一把向下方动光抓去 屈儿虽然不是他们此行追击的目标 但是既然追上了 也绝对是没有放过的道理啊 大有顺厚一面的意思 白光中的女童面色大变 一咬牙之下 单手一掐绝 顿时呢 从身上喷出了数百口寒光闪闪的伯刃 奔大手呢 幽蜂地狂战而去 嗯 一声惊讶的惊疑之声 从战车中传了出来 但是巨爪啊 却丝毫停顿之意都没有啊 反而呢 是一股绿茫茫的光霞 从手心处一喷而下 轰隆隆的一阵巨响过后 就将大半飞刀呢 是一卷冲开 五根手指仍锯住一般的狠狠落下 吕童呢 望着着遮云蔽日一般的巨爪 脸上苍白无血了 他可很清楚啊 自己这点神通呢 是绝对没有办法接住 此等惊人的攻击的 就在 他千军一发之时啊 一声冷哼呢 从附近的虚空中传出 声音不大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就清楚的传入到 所有人的耳中 随着荧光一闪啊 一只母许大的银色的大印 默然出现在了半空中 风雷之声大起啊 巨印呢 冲着那大爪一闪砸去啊 轰一声最响的巨爪 纵然也算铁切惊人 但是又怎么能抵挡住 仿佛小山一般的巨印一击啊 顿时在爆裂身过后啊 如同阳春融雪一般的 化为了乌有 谁 当敢管我们戎族的事情 清光中顿时发出了一声怒吼啊 清光一脸之下 现出了菱形战车出来 两侧细长的 透明的翅膀啊 是煽动个不停 在战车上 还站着四名通体被绿光笼罩的人影 他们乍一看 酷似人形 但是细看之下呀 却是和普通的人族截然不同的 不但呢 浑身被碧绿色的硬毛覆盖 头颅啊 更是仿佛豺狼一般的猙獰啊 让人一看之下 就心中生出寒意来 你们既然对我的侍女出手 那我也要试试 我新得到的宝物吧 一个男子的话语之声 从虚空中冷冷的传出 接着人影一闪呢 一名背声惊颖语痴的青年 就出现在了半空之中 这一台手啊 灵光闪动 一顶银灿灿的尺子浮现而出 虽然是刚刚动用风雷翅 几乎横跨虚空赶道的韩力 刚才放出的银印呢 正是那枚天罡印所画 随着它修为大进 此跑呢 所发出其手中的威能 远非先前可比的 这才一击呢 就轻易的击散了 一族人幻化的巨兆 韩力现在 法力尽负 并且刚刚的将 混原尺的通宝诀修炼而成 自然不会将眼前的 四名一族人有何忌惮之心 故而一见他们对取而出手 当即杀心大起啊 手腕一抖之下 混原尺在手中呢 是低鸣不已 片片尺颖顿时呢 在身前狂涌而出 将其身形一下子淹没其中 多谢主人相救 嗯 寒道友 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 同时响起 却是屈而啊 满脸欢喜的谢道 以及前方逃顿的那名老者 一下子失声叫道 韩力神色一动 目光呢 朝前方已经停下的 动光中呢 望了一眼 那名女子和老者啊 已经显出身形出来了 老者 看起来有些眼熟 那名女子呢 却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正是啊 在云城的时候 和她一起带队 进入广寒界的那名 岳仙子 此女一向啊 心静如水 但是此刻 望向韩力的目光中 也露出了一丝 意外之色出来 而那名老者呢 却是大松一口气的样子 对于老者来说 多了一个帮手的话 他们纵然还不是 这些戎族人的对手 但是保命的希望 却自然大大的增加了 特别啊 她可清楚的记得 韩力呢 可是另外一对人的 领队之人 福建说不定呢 还能有其他天云人帮手的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韩力同样有些意外 但是啊 只是冲二人呢 淡淡的一点头 身前的池影就呼啸一声 冲对面四名一族人 积涉而去 阴光铺天盖地 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声势呢 可以说是惊人至极呀 飞车中的四名 荣族人一见此景 先是已经 当即的其中了两个人呢 不加思索的 一下子一起出手了 一个人单手一翻转 一杆黑乎乎的翻骑 出现在手中 赢得池影一晃之下 顿时 无数的黑气 化为了一道道的 黑锁冲天而去 另一个人呢 则一张口 竟喷出了 一面碧绿色的铜镜出来 滴溜溜的一转之后 一下子就化为了 树齿般高档 镜面 绿光一闪 无数的绿燕 从中是狂涌而出 从空中 一蹶而去 战车中的另外两人 则是冷冷地 打亮着汗吏 并没有什么 出手的意思 显然呢 认为两名同伴的出手 足有对付这点攻击有余了 哈利望着此景啊 嘴角抽搐了一下之后 握着混原尺的手掌 金光大放了起来 精纯至极的灵力 仿佛洪流一般的 往池中狂驻而去 虚空中呢 原本呢 还有一些模糊的池影 灵光狂闪之下 纷纷化为了一顶饼 半尺来长的银齿 表面雷光闪烁 银湖浮现 轻轻的巨响传来啊 无数银齿 一下子冲进了 黑索和绿燕之中 挥动之下 将二者纷纷是 一击而灭 一下子就大战了上风啊 嗯 哼 还真有些神通啊 在飞车中没有动手的 两名异族中的艺人呢 眉头一皱 袖子冲着寒了一斗 红光一闪 一颗赤红的圆珠 一飞而出 此宝一闪之后 就化为了头颅一般的巨大 表面红色符纹翻滚 一团团的黑云 凭空浮现而出 寒冷远远的 看见了此景 目光一眉啊 然后突然 一只漆黑如墨的手掌呢 往虚空一抓 扑的一声 一座丈许高的黑色小山 就诡异的出现在了 巨大珠子的上空 并往下一落 那名刚寄出此珠的 一族人一见此景啊 顿时吓了一大跳 他这颗宝珠 可不是用来和别的宝物 硬碰硬用的呀 当即呢 是心中一急 一催法绝呀 硕大的红珠一晃之下 突然说幻化出了 十余颗一般无二的幻影出来 然后一声嗡鸣呢 同时一颤 向四面八方射去 远处寒厉目中 蓝芒一闪 猛然的冲山峰遥遥一点 黑色小山灰蒙蒙的光霞 一翻转之下 就不见了踪影了 但是在下一刻呢 其中一颗圆珠上空 灰光一闪 黑色小山再次浮现而出 并迅雷不及仰耳的一杂而下 哄的一声啊 灰芒红光略以焦织闪烁 圆珠显然并不太坚固的 一下子寸寸的碎裂而开 化为了一团火云 刺散而开 你敢毁我宝物 那名驱使此珠的一族人呢 一见自己的宝物被毁 简直是又惊又怒 暴跳如雷之下 尖头一晃 十几道赤芒一飞而出啊 是直奔寒雷社区 但是寒雷这个时候啊 却是冷笑了一声 心中的一直催动的通宝爵 为之一变 原本正将黑锁和绿燕 压得节节后退的漫天的银齿啊 漠然方向一变 往空中同一处及时而去 顿时一柄树杖长的锯齿 荧光闪动的浮现而出 这个时候十几道赤芒 一闪及时之下 就已经到了韩丽身前处 韩丽二话不说的 七黑手掌啊 往身前只是一幅 顿时一层灰蒙蒙的光幕 浮现而出 十几道赤芒一射入其中 被里面的灰燕一卷之下 顿时现出了圆形了 滴溜溜的在远处打转不停 无法前进一步了 却是十几口赤红飞刀 几乎同一时间呢 韩丽握着混源池的手掌呢 五指一紧 并将手中的宝物 冲身前虚空一滑 顿时远处的巨型的银齿 一下子发出了一声 龙吟一般的长银 随之遗憾之下 就气势汹汹的直奔飞车一踢而去 飞车中的另外两名龙族人见此呀 自然不会让其轻易的落下 当即不加思索之下 分别呢 催动了空中的自家宝物 顿时 黑索发出了痴痴的破空之声 一下子幻化成了一张黑色的大网 挡在了下方 而那冒出绿色火焰的镜子 也方向一变 从镜中的喷出了一道 粗大的绿色的光柱 直奔 锯齿而去 轰的一声问响传来呀 锯齿略以模糊之下 竟被绿色的光柱轻易的一击而散 仿佛纸糊的一般的不堪一击 和先前的惊人气势 截然的相反 虚使黑帆和镜子的龙族人见此 自然为之一愣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始终没有说话的最后一名龙族人 却突然呢 面色一变的吼中一声大喝 小心 接着 此一族单手呢冲飞车上空一挥 顿时一道灰蒙蒙的剑光一点而去 而那边虚空中啊 隐隐一晃 有些模糊的锯齿正好巧然的浮现而出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灰色的剑光明明激到了银齿上 却一律而过 仿佛呢只是展到了一道幻影上一般的 而银色锯齿一个闪动过后 就诡异的出现在了驱使番旗的龙族人头顶处 迅雷不提掩耳的狠狠一落 下方驱使番旗的龙族人啊 大惊失色 不提多想的 广然一拍天灵盖 身上粗硬的绿毛啊 竟然嗖的一下子 化为了大片的绿芒 往空中击射而去 但是落下来的银齿 却飘呼不定的一闪 不知怎么的 就从这些绿芒中的一让而过 结结实实的砸到了龙族人的头顶上 龙族人 护体灵光在银齿面前的仿佛失去了效用 根本没有抵挡的被巨大的银齿一目而入 头颅的仿佛西瓜一般的被一击而碎 鲜血四箭飞射起来 骨头尸身一晃之下 就从这飞车上一个翻滚的栽落而下 呼的一声 一团绿影啊 瞬间就从这尸体中啊 击射而出 里面包裹着一名通体碧绿的小人 一脸恐惧的 本旁边的那名驱使铜镜为戎族一闪顿去 同时呢 惶恐的大声的喊道 辽兄 救命啊 但此话刚从小人的嘴中发出 就轰了一下子 一道尺影瞬移一般的从天而降 将小人记得是烟消云散了 接着 巨型银齿呢 几乎是丝毫停留没有 一闪之下 又幻化出了三口一般无二的池影 从其他三名戎族人呢 一扫而去 池影若隐若现 但是风雷之声 一下的震耳欲聋 声势是好不惊人的 其余三人呢 一见同伴肉身被毁 惊怒交加之下呀 急忙各自施战身段 是抵挡池影 一片灰纱 一面黑色盾牌 各自一蹦而出 挡在身前 但是其中两道池影 一接在上面呢 却只是爆发出了一团银银 随之消失不见 竟只是两道幻影而已 爆 这两名戎族人 几乎同时心中叫道 但是呢 已经迟了 那名驱使铜镜的戎族人呢 虽然说 手一扬 也放出了一件 法轮状的宝物 抵挡最后一道池影 但是 那池影在法轮前一闪 就不见了踪影了 但是下一刻呀 半截银齿 却是从离异族人 不过持续处的虚空中 一探而出 鬼魅一般的积在了其 猙獰的面孔之上 雷光闪动 无数银色电弧呢 从齿上一探而出 轰鸣之声大作 戎族人一下子就化为了一团飞灰 连里面猿鹰都没有来得及逃出封毫啊 另外两名戎族人见此情形啊 面色顿时变得难堪至极 但是当银齿一个盘旋过后 又幻化出了十几道持影奔他们遗诏之下后 其中一人呢 突然一声力喝 走 此人神童厉害 不是我们力敌的 话音刚落呀 此一族单族一踩足下的飞车 顿时呢 菱形飞车是一声嗡鸣啊 化为了一团清光 向后击射出去 几个闪动过后 就顿出了持影的笼罩范围了 另外一名戎族人呢 也默然的醒悟了过来 急忙单手掐掘 一道法掘 打在了前方的浮雕上 飞车一颤之下 两侧细长的赤衣衫 体表五色的符纹浮现而出啊 似乎呢 就要彻底的远顿而走的样子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淡淡的声音 从飞车上空响起 现在想走 不觉得有些晚了吗 此话刚一传出啊 就只听了轰的一声啊 一座黑乎乎的黑色山峰 在飞车上一闪浮现 足有百余帐巨大呀 而一道人影呢 纹丝不动的站立在了 山峰的顶端之处 正是韩利 他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催动了原词极山 横跨虚空的 出现在了此处 下风二人一见啊 心中一沉 一人脸上 绿色一闪 两手一搓 体表扑的一声 一层绿油油的 诡异的火焰冒出来 然后一个卷洞之下 化为了一条 十余丈长的火焦 从空中一扑而去 另一个人呢 他则是一声大鹤 身形一下子暴涨背絮啊 两条手臂 也粗大了一圈 有余啊 食指尖力异常的 往空中一抓而去 破空之声大起 密密麻麻的 爪芒浮现而出 向上面一罩而去 他们心中啊 根本未存 这些攻击 能击杀对方的念头 只希望呢 能略微阻挡一下 对方的杀手 就可以让飞车 有机会啊 破开虚空 一闪顿走了 到了此时 这二人 一族啊 见寒历几乎 一个照面之间 就击杀了 他们两个族人 自然心中 再无战意 是直想 逃之夭夭了 寒历一双目一觅 单足 一踩足下的山峰啊 原池吉山的 灰光一晃之下 就在灰光 大放之中 往下一坠而去 忽然啊 这表面的银色扶门 一亮之下 朔大的山峰呢 就一下子 没入到虚空中消失了 这火焦和爪芒 就一下子 激在了虚无处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还人修仙传 第1122回 修仙传 第1122回 两名戎族人啊 只觉得头顶 近在咫尺处 巨大的黑影一闪 黑色山峰 一下子诡异的闪出 毫不客气的 二者一压而下 不好 这两名戎族人的神通 比先前被杀二人 明显高出了一筹诸趣 在原慈神山如此迅为 不其然而的一击之下 人堪堪的呢 能从飞车上一闪 击射离开 双双的化为力道惊鸿 向相反的方向而走 那辆菱形飞车呢 却结结实实的承受了 原慈吉山的沉重一击 化为力团 五四灵光 暴力而碎 消失在了天地之间呢 但是这个时候呢 有人呢 往黑色山峰顶端处一望 却可发现 韩力竟然踪影皆无 下一刻 一名正在顿走中的戎族人 却听得头顶上空 一声雷鸣之声传来啊 顿时大精急忙一抬手 一面黑色盾牌 化为了一团乌云 一冲而出 同时身上绿燕 也一冒而出 化为了一层火焰 将自己呢 照在了其中 但是 他耳中只听到了一声冷哼传来 随之头顶之处啊 痴痴之声大起 疏以百计的青色见光 从一个刚刚闪现的带齿人影中一放而出 就如同潮水一般的一路而下 清光闪动之下 青云呢和火照 几乎瞬间就被斩成了无数的碎片 密密麻麻的见光呢 一脸又纷纷的化为了一根根 清蒙蒙的剑丝 仿佛一张巨网一般的 同时一收 一声惨叫之声传来啊 荣族人虽然说手忙脚乱的 又接连的放出了数件物品防身 但是在青竹风云界 锁化剑丝呢实在是 其一力无双 只是一个闪动之下 就将此一族的肉身猿鹰 连同宝木 同时切成了无数的碎片 另一方向上 那名体型巨大化的荣族人 一听到惨叫之声 心中鸡鸣鸣的打了一个冷战 但只是拼命的 催动动光向前击舍而走 头也不回一下啊 但是他也不过 刚刚顿出了数百丈啊 忽然前方空间波动一起 一道金颖呢 从前方诡异的浮现而出 正好挡住了去路 荣族人面色一变 但是一咬牙 顿速非但没有停下来 反而一个闪动呢 是更快了两分 同时单手一翻转呢 一手中多出了一口乌黑的长刃 另一手呢 却突然巨大化了起来 长刃略模糊的一挥 十几道黑色的刀光呢 就连银一线接连批出 另一只巨手则虚空一探 一只绿色的巨爪 凭空在金颖上空浮现而出 并向下一把抓去 指尖处丝丝的黑气 关滚不定 声势呢是惊人至极啊 就在这个时候啊 原本有些模糊的金颖呢 突然从身上泛起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紫色符纹 借着金光一闪就化为了一个三头六臂的实体存在 正是繁盛金身 原来韩利在动用风雷翅啊 追赶另一方向的戎族人的时候 同时呢 也将第二原鹰和金身呢 放了出来 用来追杀这边的漏网之鱼 眼见的黑光一闪 实体到兜光呢 就到了眼前处 同时 头顶空气一紧了 绿色巨爪 也同时的 到了头顶处了 但是繁盛金身 丝毫躲避之意都没有啊 反而其中一张面孔上 灵色一闪 两只手掌一晃 手中漠然浮现出了两口金色的巨刃 冲身前的黑色刀光一展而去 另外两条手臂呢 则冲空中一挥 密密麻麻的金色的全影 就冲绿色的巨爪狂击而去 至于剩余的两条手臂 却往金身胸前一合 在一分支下 竟然由一团金光浮现而出 金身两颗头颅 同时一闭双目 接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咒语之声 从口中重叠地传出 顿时啊 金色光团的飞快地旋转了起来 化为了头颅一般大小 还越转越快啊 隐隐地形成了一个金色漩涡 看起来是神秘至极啊 黑色刀光一合金刃接触 顿时爆发出了刺目的光芒 金光银芒交织一体 一时僵持不下的样子 而空中的绿色的巨爪 被众多金色的全影的狂击之下 却一下子灵光狂闪几乎瞬间的崩溃开来 不过这只有片刻的阻挡啊 最后一名戎族人所画金红一个模糊 经意闪动在前方没入到虚空中 就不见了踪影了 下一刻 在金身身后处十余杖 空间波动一起啊 容族人动光一下子浮现而出 光芒大放之下 就要继续的逃着夭夭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繁盛金身中的一颗头颅 漠然滴滴的说了一句 动玄金光 灵手间的那个金色的漩涡 一闪从手中消失不见了 随之呢 在容族人身后树齿处 灵光一闪 金色漩涡又诡异的浮现而出 刚一现出啊 就一闪化为了丈许般巨大 漩涡中新出现的雷鸣之声炸气啊 同时隐隐的有繁音之声呢 从中传出 正驱动顿光逃命的容族人呢 只觉得四周是空气一紧 顿光一下子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 啊 口中一声惊呼啊 容族人尚未来得及 想另外施展什么神通脱身的时候 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力 就一下子从身后处爆发而出 苏立生啊 此名一族人 剑弩般的一下子被射进了身后的漩涡当中 一声凄厉的惨叫之声过后 又一声惊天动地的爆裂声传来 金色漩涡呢 微微一颤之后 但是随之就若无其事 安然无恙的 这个时候 金身一个转身呢 口中咒语之声一停 一手掐绝 一手伸出了一根手指啊 冲巨大的漩涡 轻轻的那么一点 漩涡呢 金光闪动之下 飞快的缩小 转眼之间呢 就还原成了原先的大小 并最终是一声闷响过后 消失的 无影无踪了 破空之声一响啊 韩丽身影从附近的虚空中一闪而出 望了望 繁盛金身 露出了满意之色 袍袖一幅 喷了一声 金身化为了点点金光 消失不见了 第二原鹰呢 则化为了一团黑气 往其身上击射而去 一闪即逝的就不见了踪影 他虽然说将第二原鹰放出 辅到了金身体内 但是呢 因为第二原鹰心境啊 还未巩固的缘故 先前争斗的时候 原鹰本身没有办法动用魔工封毫 只是用神念操纵金身硬敌而已 如此做的话呢 第二原鹰倒不用怕遭受心魔反噬的危险 但是金身 也不可能发挥出 十成十的威能出来 但是 行列进阶 炼虚后期之后 凡圣真魔工 也一下子修炼到了最后一部分 金身威能 比起炼虚初期的时候 那根本是不可能 同日而雨的 还可以施展数种 早就期盼已久的心神通 那动玄金光 就是其中呢 最厉害 最诡异的一种 就是普通的 合体 其别的存在啊 若出其不意的 被此金光 一下子吸住 若是没有大神通 和一保护身 恐怕呀 也有陨落其中的可能 故而 即使第二原鹰的 没有动用神魔工 但驱使金身之下 仍不费吹灰之力的 灭杀了那名戎族人呢 从韩力出手 到动用宝物金身 灭杀四名同阶戎戎族人 这也不过 就是几个照面的功夫 甚至呢 连岳先子和续姓老者 在远处 还在犹豫是否折返而回 协助韩力退敌 原先追的他们狼狈不堪的 四名大敌 就被韩力呀 一口气灭杀的是 干干净净的了 二人此时 自然是一副 瞠目结舌的样子呀 他们脸上的神色中 倒是有七分骇然 两分不安 最后一分呢 才是惊喜之色 韩力并没有管 女子和老者的神色变化 神形一晃之下 就一个闪动的 到了驱而上空 女童呢 从韩力现身以后啊 就一直牢牢实实的待在原处 未动分毫 此刻一见 他到了近前处 当即 眨巴眨巴眼睛 和韩力暗中传音的交流了几句之后 就提表示 白光一闪 画不立存 白光 没入到了袖口当中 二人还是徐徐的就到了 韩力身前十余丈处 东光一脸的 停了下来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多谢道友出手相助了 否则这一次在下和岳仙子 可难逃这几名戎族人的追杀了 韩兄神童之大 尽让我等汗颜啊 老者呢 冲韩力抱拳 满脸笑容的 连声道谢 虚道友之言不错 这几名戎族人顿数了得呀 要不是碰到了韩兄在此 哎呀 真的有陨落的危险 小妹也是感激不尽的 岳仙子的御荣上充满了平静 但是也轻淡了一口气说道 原来二位道友法力受死 我说为什么会没有办法甩开这几名戎族人呢 无需多谢什么 韩某不管怎么说吧 也只和二位呢 一同从云城进入此界的 既然遇见了 他自然不会见死不救的 韩力微微一笑 表现的是颇卑的谦逊 韩兄慧眼如巨啊 在下和岳仙子先前 中了戎族人的诡计 逃走的时候 缘气就已经受损了不少 道友的元首之恩 在下绝对不会相忘 一定要重重相谢啊 一见韩力这般和善 去行老者心中一松 脸上笑容呢 比较多出了几分 韩力听到老者这么一说呀 却只是笑而不语 岳仙子眸光转动了几下 突然一抬手呢 手中就多出了一个玉璇出来 然后冲韩力缓缓地说道 占有一株在灵界早已绝迹的九燕灵草 是炼制数种灵丹的必须的材料 那几名荣族人一直对我二人追杀不放 有小伴原因就是因为此灵草的缘故 我二人蒙道友相救 无以回报 我看就与此灵草相赠吧 话音刚落 此里呢就将玉璇直接的抛了过来 一旁的老者见到此景 脸上出现了一丝恶然 但是马上一闪即逝的不见了 又若无其事的重新堆满了笑容 韩力缓的情形倒是有些意外啊 神色一动之下 单手一抓 就将这玉璇的吸到了手中 他第一手啊 打亮了一眼 这间玉璇红光闪闪 表面呢 贴有树道淡蓝色的浮露 一副对璇中之物极其谨慎的模样 韩力目光一闪啊 一张口 一股青霞一喷而出 霞光一卷之下呢 玉璇表面浮露狂闪了几下 自行的脱落而下 霞盖呢 是一飞而开 里面一团流利光团 从中是击视而出 竟然仿佛灵性十足的样子 但是韩力早有所防备 又怎可能让其从眼皮子底下顿走呢 一条手臂一挥之下 一手就虚空一抓而出 痴痴的破空之声传出啊 一股无形的距离瞬间就将那团流利之光照在了旗下 五指微微一驱 光团搜的一声就被凭空射了过去 韩道有小心 一见韩力这般举动 月仙子呢 脸色微微一变急忙出口提醒道 不妨是 韩力呢 却笑了一笑 手掌灵光一闪之下 骤然变得金光灿灿了起来 流利光团在其手心处啊 滴溜溜一转 就被其轻飘飘的落了下来 赫然一株形状酷似火焰 但散发出了九种的不同灵光的灵草 此灵物高不过数寸 但是九色光怨所过之处 连附近的虚空都是一阵模糊朦胧 一股股的热浪散发而出 可见此草的温度之高 但是韩力拖着灵草的手掌啊 金光闪闪 犹如赤金一般 是近在咫尺的高温如无物一般啊 续姓老者见到此墓 墓中呢 闪过了一丝骇然 但是口中打了一个哈哈说道 月仙子是多虑了 以寒凶的惊人的神通 这些许的火力又怎能奈何得了啊 的确啊 这九燕草散发的灵光 足可以容金化石 但是这倒有一点影响没有 寒道有神通实在是深不可测 月仙子震了一下之后就露出了一丝苦笑的说道 在下神通 哪有二位说的这般夸张啊 只是修炼过一些特殊的避火之术而已 这九燕草的确是珍惜异常的火灵草 对在下呢 也真的是有好处的 如此的话 那韩某就确之不公了呀 韩力细望了一会儿 手中的九色灵草竟然笑了一笑 如此说道 随之啊 就见他手指一动 就将此草呢 重新放入到了玉匣之中 并另行的贴上了几张符路 然后灵光一闪之下 玉匣就一下子不见了踪影 月仙子见此呢 他嘴角反而泛起了些许的笑意 老者虽然说心中大感不舍 但是一想起啊 先前韩力展现的惊人的神通 面上自然丝毫异色味露 反而呵呵一笑之下 想开口再说些什么 但是韩力却又默然的刨袖一抖 两个淡青色的玉瓶一闪而出 分别飞向了玉仙子和老者 这二人见此一阵 下意识的呢 分别抬手一张 两片光霞一卷而出啊 玉瓶呢 就分别被一团灵光包裹着 落入到了他们手中 含兄 你 你这是 老者神色一宁 有些迟疑的起来 女子们也一手抓着玉瓶 有些意外的望向了韩力 没什么 绝燕草实在是过于珍惜的 而在下以前得到了一些 对上族九阶 还能精进法力的灵丹 我看应该对二位 道友冲击瓶颈的时候 是有一些用处的 在下呀 就用两瓶此灵丹药 作为呢 拿走此灵草的一些补偿吧 韩力轻描淡写的说道 什么 能精进上族九阶法力的丹药 老者一听此言 一下子失声起来 急忙呢 将瓶盖打开 将这神念呢 往瓶中一扫 随之呢 又往鼻下嗅了一嗅 脸上随之露出了 狂喜之色出来 月仙子文言呢 美目一光一闪 同样的是有一些动容了 不错 此弹药的确对老夫现在的境界还能有用 不过老夫和月仙子才刚刚被道友相救 这又如何再拿走这道友的灵丹呢 老者终于恢复了几分冷静 望了望手中的玉瓶却有些愁愁了起来 先前的出手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绝缘草若是被一位修炼火属性神通的圣街看到 这些灵丹呢 又算得了什么 韩某不愿占人便宜 二位 尽管收下就好啊 韩丽淡淡一笑 悠然的说道 好吧 这既然韩雄如此说了 那续某和月道友就多谢道友了 老者呢 只是略一思量 就含笑的将玉瓶呢 收了起来 一旁的月仙子呀 也检查完了手中的药瓶 一声道谢过后 也将丹药收进了袍袖当中 经过了如此一番的交换之后 老者的忌惮之心呢 终于去了大半 向四周呢 望了一望之后 忽然问道 韩雄啊 在这附近 难道就只有你一个人吧 是否还有其他道友在附近呢 在下呢 原先倒是和其他二位道友同行的 但是前段时间呢 遇到了一些危险 和那二位道友啊 走散掉了 韩丽眉头一皱 倒也并没有隐瞒的意思 原来如此 这可有些可惜了呀 老者文言脸上露出了些许的不甘 月仙子在一旁神色一动 美目中竟也现出了一丝的可惜 徐道友 你这话里可有话呀 难道你和月仙子有什么事情 需要很多人守不成吗 哈利摸了摸下巴 似笑非笑的问了一句 这儿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